在本节视频中,我们讲解牛子衬衫的绘制方法 单击打开新键创建文档 然后名称位置我们输入牛子衬衫 宽度为279,高度为213 然后单击确定,完成创建 使用钢,然后进行缩放 接着复制一份 进行群组 然后选中对象 继续进行一个置入 编辑内容 调整位置 然后单击完成 选中对象 再进行一个置入 去掉龙龟线 去掉对象 接着使用椭圆形 绘制一个椭圆 填出颜色为白色 去掉龙龟线 然后 轻易缩放 然后转换为位图 再 单击模糊 高丝模糊命令 打开高丝模糊对话框 然后调整 模糊效果 然后当机确定 接着将模糊效果 拖曳到 一身上方 让它显现出一种 洗白的一种效果 水平方向 复制一份 然后复制到 袖口上方 进行缩放 然后用同样置入牛子 牛子底纹的方法 然后使用效果 进去裁剪 注意图框内部命令 将对象分别进行一个 置入 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置入完成后 可以调整 颜色 颜色 不透明度 进行一个编辑 标准 颜色开始不透明度为30 将进行一个编辑 然后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使用钢密工具 在一身上 绘制 快面的分割和线描线 绘制快面的分割和缝纫线 然后 设置轮廓线宽度 为0.5 接着填充颜色 为一个蓝色 接着设置 个别线条 样式为虚线 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用同样的方法 来调整 轮廓线 调整完成后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设置个别线条 颜色 为灰色 接着我们来绘制钮扣 使用土圆形工具 绘制一个正圆 设置轮廓线宽度 为0.5 颜色 为一个棕色 就是向内进行一个缩放 设置轮廓线宽度 不变 轮廓线颜色 为浅色的一个棕色 接着 打开 界面填充对话框 设置类型为辐射 颜色 为一个橘色的一个渐变 当机确定 然后进行一个调整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复制一份 绘制钮扣内部对象 解散群组 调整颜色 在界面填充 对话框中 调整一个颜色 然后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进行搜放 选中对象 调整轮廓线 宽度为0.2 然后进行搜放 全选对象 进行一个群组 绘制好扭扣后 我们来绘制一者 阴影的位置 使用钢米工具 绘制一者阴影区域 然后填充颜色为蓝色 去掉龙过线 接着再填充 个别位置颜色为深蓝色 填充完成后 使用透明度工具 为其添加透明度效果 深灰色的部分 填充一个透明度效果 根据一者的褶皱 位置来调整 影影效果 调整完成后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然后我们再将 刚才绘制好的钮扣 拖页排放在衣服的位置 按Ctrl加Home键 放到最前方 进行一个调整 选中衣服 当机锁定对象 方便我们来进行编辑 按Ctrl加Home键 放到最前方 然后调整位置 调整完成后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接着解散 解锁对象 再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接着我们来绘制标签 使用矩形工具 在领口的位置 绘制一个矩形 然后天充轮廓线 颜色为一个浅色的灰色 天充颜色为灰色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接着顺带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设置轮廓线样式 为虚线 天充颜色为一个浅色 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接着使用钢笔工具 绘制一个形状 接着使用钢笔工具 绘制形状 填充颜色为灰色 去掉龙固线 Ctrl加 然后Ctrl加C Ctrl加V 复制一份 进行调整 填充颜色为黑色 然后 接着使用文本工具 输入文本 天充颜色 为一个深绿色 接着使用文本工具 再输入我们的符号 调整大小为6 输入 然后 天充颜色为白色 调整位置 调整文本 然后全选进行一个群组 接着我们导入背景素材 然后 按P键 将背景素材拖延 放置在页面中 按Ctrl加A的键 放到最后 接着 选中 我们绘制好的 对象 进行一个 移动 和旋转 接着使用 椭圆性工具 绘制椭圆 然后水平位置 复制四个 接着 接着分别选中 天充颜色 为浅色的蓝色 蓝色 灰色 橘色 还有红色 选选 去的龙波线 进群组 进缩放 推到页面中 接着我们输入文本 牛子衬衫 输入文本工具 输入文本 牛子衬衫 然后填充颜色 为一个蓝色 将椭圆 推到页面下方 文本下方 进行缩放 然后选选两个对象 至今水平 居中对齐 进群组 移动位置 那么我们的 牛子衬衫 就绘制完成了 不同须面下方 大家在那边 都要